欢迎来到AutoCAD2024新功能介绍的影片 今次我们将会介绍Trace功能的一些新改进和有关的新工具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 AutoCAD2024进一步改善了Trace的环境 现在增加了全新的Copy from Trace 指令 工作栏上也有新的设定选项 要使用这些Trace的工具 在Collaborate tab里打开Trace的Palette 然后在Palette里选取并且打开 你之前为这个AutoCAD党所创建的Trace 去Markup Assist,然后切换至TraceBack模式 要从Trace里面复制物件 首先打开一个Trace 然后在Trace工具栏上启用TraceBack 并且输入指令Copy from Trace 然后只需要选择Trace里面的物件 它们就会被复制到图纸里面 并且保持原本的位置 你可以关闭Trace来确认它们已经被复制 AutoCAD2024引入了两个新的显示选项 Overlay Effect控制项可以调整Tracing Paper的覆盖透明度 较低的值可以令它更加透明 Geometry in Trace会控制背景里面 Trace的几何图案的淡化量 当使用TraceFront的时候 它会影响图纸里面的几何图形 当启用TraceBack的时候 它会影响Trace里面的几何图形 以上就是AutoCAD2024有关Trace功能的改进介绍 Copy from Trace指令 以及新的设计选项都简化了你的工作流程 请继续关注更多AutoCAD2024新功能系列的影片 以了解更多新资讯 多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